可以讲一下吗 那车子是谁的 千万R8被撞的稀巴烂 车头全毁驾驶是他 27岁的黄敬祺 在台北东区开咖啡店 黄敬祺可不可以讲一下 早上那个经过 可以讲一下吗 那车子是谁的 车子是你的吗 还是你朋友的 态度摆明不想多说 但其实 黄敬祺在脸书上 分享派对狂欢影片 也常有聚会喝酒 去年底跟朋友合伙 在东区精华地段 开咖啡厅 度假风格的装潢 提供轻食跟饮料 吸引不少正妹打卡拍照 看起来生意不错 而黄敬祺努力经营事业 或许就是因为 他爱撤城吃 曾说 每个男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坐骑 R8驾驶 这个酒色值是0.13 他自认为 他自己已经清醒了 要赚多久才赔得玩 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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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